大家好,我是橘子 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歌 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 世界上的树木繁杂多样 大部分树木都能长到二三十米高 而有一种树木足足能长到上百米 而且生长周期极快 可以用作家具制作 但人们很少种植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种树木叫做灵芯树 灵芯树一般都高达一百米 最高可抵达一百五十米 而且生长速度极快 一年能长三到五米 银芯树的木料 是造成造纸造家具的极好材料 叶子也可以用来炼制安叶油 有一定的应用效果 然而这种树木却很少有人种植 正是因为银芯树 大树根渣的又广又深 些水量特别大 去统计 一颗长大的银芯树 能蒸发175吨的水 会导致周围很多小植物 吸收不到水分而直接突死 就环境影响非常大 我国就曾经引起过这种树木 了解到它恐怖的吸水量后 聪明的国人将其种植在沼泽地区 利用它缺水的特性 吸干沼泽 开垢新的土地 同时长大的银芯树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真是一举两隔 小伙伴们见过这种树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